人生中的苦,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无常,妄生执着,所以痛苦 世间万法的本质既是无常,就表示一切都会变坏 名利、财富、日乐即使都追求到手了,都满足了 也不过是如幻梦一场,最终仍然要失去 仍然是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 所有的生老病死,透露的就是无常的事实 倘若漠视这样的事实,在面对世间种种人事物变化时 只会带来更多的求不得苦,爱别的苦,愿正会苦 乃至于在生活中,在职场或勤场中患得患失 连夜里都无法安眠 波华其实就在解决生命最根本的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老病死 生活平时当中我们健康的时候不感觉得到 但是随着年纪增长,然后我们感觉到生老病死的苦 还有有时候天灾地变是可能海啸或者是地震 现在全世界有很多的灾难 那临时到来的时候生离死别的苦 大家都会觉得说实在太无常 那我们要怎么样从佛法里面帮助我们提升我们 能够坦然接受这种无常 那这个就是佛法所拿手的地方 人生中的八苦是因为我们不是无常真理 忘生执着所起的贪嗔痴急剧而来 所以佛法教导我们认识无常 掌握有限的生命 精进修行八正道 使我们从爱真、得失、计较 贪嗔痴的妄想执着中 回归清净成民的智慧心 而能涌灭无常大苦 达到涅槃洁净的安乐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